仁爱香农会日前进行高山茶王颁奖典礼 总干事戴京仁表示 今年因为制茶技术的提升 虽然年初干旱 但是整体的淘汰率也较低 非常高兴能够办理竞赛 提升仁爱香茶叶的品质 2024年台湾高山茶王的一个颁奖典礼 那今年因为雨水有充裕 加上我们的制茶技术跟制茶工厂的一个改进 尤其我们农民的用心在制茶方面已经提升 所以说虽然有所影响前面的干旱 加上但是制茶出来的茶叶品质非常好 香醇干硬净 造造了我们今年淘汰率比较低 而且茶水非常的香甜 而且那个水色弊逆 所以说我们很感高兴 今天借由这个高山茶王的一个评鉴竞赛 提升了整个仁爱香茶叶的品质 先议员宁廷表示 这次的颁奖活动不仅是对于获奖人的肯定之外 他也对于忍耐香茶产业的每个人都给予肯定 而产业的发展融入也非常重要 去年因为风灾受损的道路 他也积极的督促县府进行抢修 而雨季的来临也希望所有的农民朋友能够注意安全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颁奖不仅是给我们各个茶叶的品牌 或者是我们制茶人的一个肯定之外 我想对整个我们茶叶的发展来讲 所有辛苦的好朋友们 他们这一年来的辛劳都是给予肯定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去年开始风灾到现在 因为现在又五六月又是没雨的季节了 所以后续还有台风 那当然农路的方面一直是我们还不断地 在积极做抢修的部分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农民在出路上面 也能够多多注意的自身的安全 副卫长排泉恭喜今年获奖的茶农 也欢迎全国喜爱喝茶的民众 有机会都能够来到忍耐香旅游 并且品尝忍耐香的好茶 记者重回一 软耐香采访报道